我发现你满不好久的 徐晓鑫的缘 累积了三年 累积三年一直盯着 哇 许淑华 所以我先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在党内的竞争 有些人会觉得我很激烈 可是那已经是我 收敛到不能再收敛了 我今天如果真的是要战的话 是战民进党 战民进党的态度 是像对许淑华这个态度 而且他后面还有两个案子 在我手上 我是没有抛出来的 然后他现在诈领 这个出席费的事情 我现在也没有打算要提高 因为我要等到民进党的 这个中选会 他正式去登记 成为中华民国的候选人之后 我才要去按铃告发他 我让你有一个换人的机会 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想到有一个换人的可能 如果你觉得许淑华 这样子这么不认真的民意代表 是不应该进国会的 民进党你还有机会换人 所以我要等到不能换人的时候 我才要去告发他 那因为赖清德也有一个条款 是说如果被判刑的话 那你就不能选了 所以这个民进党你就好好去思考 如果许淑华他还有两个案子在我手上 其中一个是这个 那后面还有其他的缺失的执政的问题 你要不要预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都跟问证有关 都跟公共事务有关 是公的不是私的 不是私的 我从来不做人家私的 他当时就一直说 我有说我有许淑华相簿 他就一直想说 我是狗仔偷拍什么的 但是事实证明了什么呢 他还说请把我拍漂亮一点 可我完全没有办法把他拍漂亮 因为他人根本不在现场 所以那时候他听他回应的时候 我就偷笑 我就想说 你不知道手上的东西 就是一张都没有你的照片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能够 是因为缺席是你的照片 对 所以我的许淑华相簿里面是没有许淑华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 真的要跟民进党竞争的时候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的手段是这样子 其实是我写给党员的那封信里面有写说 请你相信我 我会用最凶狠 以及让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那下架民进党 跟保护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 这是我写给党员的信里面的一句话 那我有按照我的承诺做到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有一个人会记前面的同事记三年 而且我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每周三都出席 因为我要讲别人这个 我总不能自己不在吧 所以我要是真的有事不能来 我一定请假 请假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会领到2450的出席费 就像我这个礼拜三 我在中常会要被正式提名 那我会有一段时间不在议会 那这个我也会正式的去做请假 而许淑华他是没有请假 是签了名领了钱 但是他说他人在什么宫庙做服务啊 然后人又去了中常会啊 那这个就有诈领的问题 已经过去 在最近有一个新竹县的 这个乡民代表他被判刑了 被判了一年八个月还起诉 所以他的问题是 如果 而且他很笨 因为如果他告诉我们说 他是在议会里面看转播 是没事的 因为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在议场 可是你要出席会议 所以代表说 你可能在这栋大楼里面上上下下都OK 大多数的议员回复都是这样 可是因为我收集他三十几次没有在 所以他可能不敢这样讲 他就说他到外面去做服务了 那这变成是自证己罪 就是说原来你从头到尾你不在议会的大楼里面 然后你去做别的事情 你根本没来开会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你的呈堂证供的时候 我所有东西都已经截图准备好了 到时候去告发的时候我就会说 是许淑华他自己承认 自己根本没有出席会议 那他凭什么去领这2450 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 一开始大家看我的那个相簿 你没有算过他这样如果要赔 要赔多少 很多耶 因为他35次嘛 35次一次是2450嘛 2450 对2450 这样的话是85000多块钱 就领走了85000多块的车马费 但实际上他人根本不在 那这个东西会变成是说 我觉得许淑华一开始这个相簿 我po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好像还好 为什么没有很重贤嘛 大家都以为说是什么 狗仔啊 私生活啊等等的 而且他长得又蛮漂亮的 对可是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讲说 我只会做跟公领域有关的事情 私领域那是他私人的事 我是不介入的 但是呢 当许淑华回应以后 大家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他的回应显然就是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真的都缺席 那你一个做议员的时候 你就这么偷懒 如何让人民相信 你进到国会里面 可以替人民发声 这就变成是说 对他的选战造成了很大 极大的伤害 因为大家就知道 你是一个从来不出席会议的人 那谁会相信你到国会会认真呢 一定又是一场骗局嘛 所以让他的信任度 我觉得是下降非常的多 所以这才是真正 我对民进党的对手的时候 我会施展的拳脚 所以其实在整个 所谓心肺大战的过程 我是很煎熬 就是说 竞争一定会有 但是你又不能让支持者觉得说 你们打的这个太厉害 或太大力 可是又很容易 就是会有引起这个战火 所以在中间的这个拿捏 我常常讲一句话说 我分成白线 灰色地带跟红线 我都跟大家承诺说 我不会去踩那个红线 可是你说在党内竞争里面 你要让我 只在白线里面 我不可能做到 因为我觉得这点很好玩 我也很想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因为我觉得大家看 巧新的过去一些 一路这样走 一开始一定觉得 他看起来是 聪明漂亮可爱 然后很灵活 然后问证蛮尖锐的 但是在经过现在的 这一场选举当中 我发现你自己刚刚 也用了这两个字 还蛮凶狠 蛮凶狠的 所以你是 我是天蝎座的 狼生姐你是什么星座 我狮子座 狮子座 那我买合的 对对对 但天蝎座好像更厉害一点 至少是有毒蝎子 对天蝎座 然后A型 然后我的这个月亮星座 是狮子座 对我月亮星座 是狮子座 然后上升星座 是摩羯座 所以从星座 可以大概分析出 这个人的个性 敢爱敢恨 所以我对对我好的人 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一旦让我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是敢爱敢恨的个性 就有仇必报 对有仇必报 然后A型 也是有这样子的个性 在里面 然后狮子座 就是火象星座 就是比较火爆一点 性格上面比较火爆 比较直 对比较直率 而且执着 对然后上升星座 是摩羯座 摩羯座是做事很认真 就是非常的坚持 对非常坚持 跟刻苦的一个人 就是很耐操 很刻苦耐操 那个摩羯座的坚持 跟工作狂 你是不能挑战他的 所以我为了一次 就是被焦糖抹黑 然后我可以做三年的时间 你弄我一次 我弄三年 对啊他刚才讲 我一定要复仇 我一定要复仇 听起来就是摩羯座的个性 对而且我觉得 如果我记了一两次 就公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一下都逃了 因为你会跟我找很多的理由 说我那天去了哪里 去了哪里 可是如果我记了三年 三十五场 你全部缺席 那请问你要如何向选民交代 我甚至在他的脸书上面 截了一个图示 他跟选民说 我会认真上班的 所以他所有的脸书的留言 我都有看 一旦看到他跟人家说 我会认真上班 我马上截图 因为其实你并没有 我早就知道了 那他不知道 可是我要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我再一次性的跟大家公布 那什么时机最适当呢 就是他被民进党提名以后 那在我的初选结束以后 那我可以一方面 让我的选民知道 选我没有选错人 你们没有选错人 一方面如果我没有能够赢 我可以去帮助 我们同党的候选人赢得胜选 所以这两方面 我觉得是双赢的 所以我对了这个项布的时机 考虑有很多 因为过程当中也有一些 我的伙伴讲说 你那许竹华像 不要不要先公布啊 先公布去打击民进党 看起来对我的选举有利嘛 看起来对我的初选有利 我一直坚持说不要不要 我就是要到初选当天 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相信我自己 然后要到最后一刻才揭晓 那不会这样子 OK 但这又代表另外一件事情 就代表说 你觉得这个重武器 如果说你觉得是有效的武器 这个重武器 还不需要在初选的时候 拿出来 也就代表着 你对于初选事上 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刚刚开始一来 我就在问小新说 你自己尤其在党员选举 因为分勇奈委员 他的优势一定是在党员选举 因为他已经服务六届了 你可以想一下吗 而且他服务 坦白讲真的还蛮认真 我听很多人讲过 他帮大家报税啊 什么东西的 六届结果呢 你还是竟然赢他 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有点意外 有一点点对不对 有一点点 你计算得很仔细 我在一个月前写好败选敢言 这个我没有跟大家说过 一个月前写好败选敢言 我没有准备胜选敢言 当天那天 我所讲的所有话 是没有稿子的 我是当场自己讲的 那为什么要写败选敢言呢 不是我觉得我会输 这跟将军要上 将士要上战场的时候 会写遗书给家人 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我把遗书 破釜沉舟 我把遗书写完之后 然后放在我的 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觉得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准备好了 最坏的结果 我准备好以后 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就是往前冲 相信自己能定 所以我的 我的这个遗书 是 初选区遗书 对 政治遗书 是写给 让我自己把心情沉淀下来 然后让自己更有决心说 那就是这样 反正呢 没有什么更糟糕的 你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我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完成 这样子的一个 规划跟布局了 所以内心建设的 非常的完整